里头重新的开始 虽然这首歌曲之前创作人说 这首歌没有特别的意思 但是这首歌曲的张力 还有他所带出来的那一份自由跟广阔 的确是让人听了之后 心情是可以暂时放松跟疗愈的歌曲的 好了更多的好歌还有你的分享 我要对你说你要说什么呢 都可以把你的声音WhatsApp给我 或者把你的文字写下了之后 再发送到01110893893 又或者拨打IFM的热线 032825725 032824793 昨天我们看了鸭绿江 那么今天的行程呢 我们已经离开了辽宁 来到山东了 山东 一说到山东 我就想到山东花生 有点出息好不好 那么大的山东只挂念人家的花生 拨开花生壳 嚼着花生米 再来两口啤酒 此行山东之旅 我已经满足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 到山东就要到青岛市 参观青岛啤酒博物馆 不好意思 飞机降落的城市是济南市 济南 济南 哪个才对 我听过的好像是济南大学 你没听错也没记错 济南市在山东省 济南大学在广东省 啊 我还是搞不清楚 济南 济写起来比较复杂 比如什么郡公典礼 济庆功大会 又或是开幕济颁奖典礼 那个济 哦上面是济然的济 下面是旦西霍福的旦 我知道那个济很难写 笔画很多 嗯济南大学在广东省 是的 而济南市在山东省 这济南市有时会让人读错 因为济南的济 跟经济的济是同一个字 又是多阴多阴字 位于山东省的济南市 济宁市济阳区 都读济 第三声 因为这些地名都因济水得名 长江 黄河 淮河 济水 济水是中国古代四大河流之一 哦 就是人才济济的济 总之跟经济的济同字 而地名就得读第三声 济 我也记住了 笔画繁多的济南在广东 因水得名的济南在山东 那么来到济南要做些什么呢 济南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泉水众多 拥有七十二名泉 送有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成山色半成湖的美誉 哎 那么到了济南 就要看山看水咯 听说它是集合了 山泉湖合成 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 哇 那要多拍一些照片 我得清一清手机 确保储存空间足够 除了赏美景 别忘了看一看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又叫黑桃文化 龙山文化的黑桃 是继养勺文化的彩桃之后 兴起的一种制桃技术 黑桃的风格是气雾的表面 漆黑光亮十分有名 我要去开开眼界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登记接种疫苗 达赏美容 2 10 3